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2年12月19日星期一 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 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 谁在拿胡公子和江公子找乐呢 说到港媒 他们描述 就是香港的《明报》 他们做了一篇报道 描述了一下现在发生在北京那个触目惊心的场面 说到美国呢 有一个大的研究机构 他们为中国做了一个新的模型 发现在第一波 全国就要有三分之一的人感染 这是第一波 说到乌克兰战争 普京呢 托人带话给美国的中情局 告诉美国 我绝不投降 节目开始呢 咱们聊几句世界杯 这不是把这件衣服给又穿上了吗 这是最像阿根廷队服的我这么一件T恤衫了 今天呢 我就冒充一下阿弥 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这场比赛 上半场呢 阿根廷队有点让所有人都 吃了一惊 有点出人意料 本来呢 前两场比赛 巴金斯和半决赛 都采取了一种文手反击的一种做法 五后卫 基本上是什么 五四一啊 什么五三二 基本是这么一种情况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那两场比赛这个阵容已经踢得很成熟了 结果没想到今天决赛这么大场面 关键时刻 他突然摆出了一个433 在那边上了迪玛利亚 开始拼命的进攻 而且中场开始 压上 开始高位逼抢 拼命的逼抢 这个是有点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我相信法国队完全就没有准备好 最后导致上半场的场面完全被阿根廷碾压 最后掉了两个球 那不只是两个 还是运气好 掉三个四个都是有可能的 上半场整个让人打梦了 法国队主教练得上也急了 一般都是在下半场 开始以后才开始换人 结果在上半场还有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开始换人了 把记录他们都给换下来了 这个是很罕见的 然后他一个一个的往上换人 这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 一个惊人的现象就发生了 法国队变成了一支黑人球队 除了那位守门员以外 最后直到把罗比奥给换下去以后 全场前面十个人 变成了一支黑人队 这在以前我可从来没见过一支欧洲球队 最后这拼命拼到这个地步 他这招好不好使 真好使 一支薄命奔跑 拼杀到八十分钟 阿根廷体力终于是顶不住了 被他两板两球 当然姆巴佩特别的神勇 但是说到整场比赛呢 就跟整个这些世界杯一样 那都是戏 场场都是戏 场场都是套路 到处都是坑 延长期 梅西好不容易奋勇 进了一个球领先 结果打到延长期还差个 三四分钟的时候 大家以为这就拿下了 法国队再次那姆巴佩 再显神勇 又扳回一球 当然最后到点球大战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的看法一样了 这黑人队呢 前面玩命行 一干这个 那个精神各方面 好像就不太行 最后呢 这个 不出大家的意料 一看这两边上了踢点球的 大概心里就 都有数了 所以说最后呢 这场比赛啊 非常的既有戏剧性 双方从一开始的排兵布阵 到一开始整场比赛的算计 法国队伸出一下失招 然后压了半场 最后在中场开始拼命的换人 最后竟然拼命拼到 10个黑人球员在场上 上演了一支黑人法国队 这可是震惊世界的 所以说这场比赛可以讲是充满了戏剧性 非常的精彩 非常难得的 少见的这么一场 决赛 非常棒啊 今天呢 这个晚上四个小时以后啊 我会把这次世界杯 包括这场比赛的一些碎片 详细的跟大家咱们总结一下 跟大家一块交流 一块来聊一下 另外呢 给大家总结一次这不到一个月吧 那些精彩的瞬间 那些难忘的场面 里面那些暖心 令人激动 令人荡气回肠的一幕幕的瞬间 希望呢 所有的朋友一块来参与我们今天 最后一期的世界杯的漫谈节目 一上来呢 先跟大家得聊几句这个啊 今天把这个又串上了 阿根廷呢36年以后再次登顶 梅西终于 修成了正果 这才叫求王呢 以前没有世界杯这个大杯啊 没有那个王冠 没有那个金球奖 你是不算求王的 现在这就是了 来吧 下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条有意思的国际新闻 先说美国 随着乔治亚州 随着加州等等吧 逐步的宣布 现在美国已经有14个州 针对那个抖音 美国抖音TikTok下达了禁令 禁止政府的电子设备上 粘着些玩意儿啊 使用什么的都不行 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以前很多的政府部门一个州下边也是个小国家也是个小政府啊 下边那么多部门在那个TikTok上边都有官方账号 就跟中国很多部门很多媒体啊都有微信公众号什么的等等 这个美国大概是同样的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全都得关停啊 因为你政府在里边一弄啊 这些信息气拐啪拐 都跑到中共手里去了 所以说这绝对不行 这才刚刚开始 前天好像是六个州 昨天就14个州 我相信啊 到下周差不多这数还会往上涨 另外呢 前两天卢比奥提出了一个反中共社交媒体法 提了这么一个草案 要求对这个美国抖音实施全美禁令 他还提 在这个法案里还讲 要禁止任何受到中国 俄罗斯等国家背景影响的社交媒体公司 进入美国来进行营运啊 你就别在美国干了 那这个现在各州政府这个下禁令 这个已经挡不住了 这很快就是一个趋势 那卢比奥说的这套在美国禁抖音 行不行啊 结果有一个美国的法律专家讲呢 说要在全美禁止TikTok的可能性 并不高 每个小小子小姑娘手里的那个手机上把这玩意全给泄露 可能性并不大 这位专家讲呢 我不认为这项法案 在美国国会会得到通过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有太多的中小企业 在依赖这个TikTok在做生意 推荐了太多东西 消费者呢也是 都通过这个在里边 这个买点小东西呀等等 都是拿它作为了一个大的一个工具 说你要把这个进楼会严重的伤害到美国经济 特别是这些草根经济 而且呢他也看到的TikTok和那个卫元祖跳动 这就是那个字节跳动 在和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和国会进行合作 你不是老担心我那个后台在中国吗 那好 我能不能把我的存储器呢都存储在甲骨文的 一个数据平台 这样在美国嘛 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了嘛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他说呢 因为这个牵扯道在美国 已经扎根的很深了 这个是很难 在广泛意义上 就是所有老百姓在全美国的范围那全进 他不认为这事会通过 他讲呢 说美国倒是有可能通过一个更加限制的一个法案 比如说联邦雇员 军人 外交人员 这些人 不要使用这个TikTok 他讲呢这个TikTok在美国的业务开展的 扎根太深 这也阻碍了全面限制他在美国的运营 所以说这个呢 他并不看好 说到今年7月份啊 这个有一个统计 这TikTok就说美国的这个 没说中国的那个啊 现在18岁以上的用户就有10.23亿 在美国呢 广告受众覆盖的人数的数据显示 在美国的18岁以上的活跃用户就有1.4亿个 在全球18岁以上的人中 有18.3%的人都使用这玩意儿 你就说这东西他厉害不厉害 所以说大家看了嘛 这美国这帮政坛是意识到这东西坏了啊 要被这东西给控制给拿下了 但是大家注意啊 这东西已经像鸦片一样 已经让很多人上瘾 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 你要想把这么个东西给彻底戒掉是很不容易的 在这呢 我有两个评论啊 先说第一个 我就奇怪 既然这东西有这么大的市场价值 这么受欢迎 而且他这个算法 他这些这个平台也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东西 为什么美国自己就没有企业搞出类似的一个替代的产品呢 来取代这个TikTok 你既然对他又不放心 他又不卖给你 当时川普是不是逼他卖嘛 当时呢 这一直拖着啊 最后呢 把川普给熬下台了 最后成功的躲过了这一击 那美国那么多高水平的科技企业 而且又深暗美国文化 知道美国的年轻人喜欢什么 你怎么就搞不出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来呢 所以说到这呢 你还必须得承认 他还真搞不出来 中国呢 有些企业说到在商业开发 在应用开发上 确实能耍出很多的花样 确实能抓住人 能吸引人 你现在中国啊 他搞的那什么今日头条 那些破玩意儿啊 就那些 非常 恶心的那些东西 就像精神鸦片一样 牢牢的抓住每一个人 能让很多人 特别是有点岁数的 在上边每天花很多的时间 就看那些垃圾的那些产品 然后在里边啊 带着那种傻笑 甜蜜的入睡 最后呢 他能他起到一个社会安慰剂的作用 所以说你说这东西 它完全是负面的吗 那你说要没这个 那些朋友可能都连这么点快乐都没有 所以说你这东西也是邪了 说到美国呢 他能够创新啊 他搞一些新的工具 但你怎么使着玩 怎么耍这玩意儿 中国人呢 他能开发能利用 哎 要说呢 本来两边这脑子凑在一块 本来是挺好的一对组合 但现在都让这习近平给毁了 所以说呢 这个啊 你与其卢比奥他们 在那想办法进这个东西 那你还不如鼓励 你像加古文 你与其给他存着玩意儿 你还不如自己也搞一个 这玩不完了吗 大概是真搞不出来啊 确实是弄不过的 第2个评论呢 其实我看卢比奥他们呢 就打这么个TikTok也没多大意思啊 这就是政府官员 办公室的所有的设备上不能有这玩意儿 这能有多大意思呢 但我想这件事呢 为什么这么多媒体都追 这么多州长 一个一个的揭竿而起 在追这件事真把它当回事 我认为这主要表现了美国朝野对中国的一种态度 这个是很明显的 现在这种敌视的心态 已经深深的扎根了 就跟那个TikTok在美国社会一样 这种敌视中国啊 这种防备 戒备的这种心态 已经在美国社会同样也深深的扎根了 通过这件事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前天是6个 昨天14 我看很快就会是20个 30个 40个 甚至所有美国的50来个州 会全部的都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 我想这也表明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一种心态 一种态度 这一点这件事 是很清楚的 打决的可能做不到 可能确实是做不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反正你看那个 你逼他卖了不就完了吗 或者是逼他转手 你别让他经营不就完了吗 上一次不差一点吗 不知道啊 来吧 咱们说说朝鲜 朝鲜的昨天又向那个东海岸附近 又射了两颗中程弹道导弹 近几个月来呢 朝鲜试射了一系列具有核能力 有载核能力的弹道导弹 其中的包括上个月是打了一发大的 打了一个正在研发的射程最远的液体燃料的 火星杠17 洲际弹道导弹 这个导弹为什么厉害 他能携带多枚弹头 被称为是怪物导弹 那模样看着 可非常恐怖啊 我想的很多朋友也一定奇怪 你说你三胖本来你资源就有限 你好不容易攒这么点导弹 你天天这么打 这么浪费你自己宝贵的资源 对朝鲜对你三胖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着玩爽是怎么着啊 我想现在呢 这个情况越来越明显了 为什么他一直在打 不是说吓唬韩国 不是说吓唬日本 人家是在有计划的 在搞实验 最近 人们慢慢明白过来了 因为看他从发射的效果看 水平越来越高 他投放核弹的能力越来越强 他一直在练 在搞实验呢 并不是说啊 你比如说你韩国 和美国在那搞了个军演啊 为了恐吓 为了震慑 我也打两颗 打俩炮弹试试 吓唬吓唬你 不是那么简单 不完全是泄愤 欧气 这里边有很深的算计 他在做实验 刚才看啊 已经有洲际导弹了 根据一些美国专家和韩国专家的推测 按照朝鲜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 金钱 各方面这个能力来看 他可能 已经拥有了可以击中美国全境的 有效的 核弹头的导弹 那个洲际导弹 它有可能已经非常成熟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 你有了投放工具 有了运载工具 那你粘胖你有足够的核弹头吗 结果韩国专家有一个 专门搞那方面政府的一个研究所的专家呢 对媒体讲 到现在为止 他们准确的数字 说北韩所生产的高浓缩油 大概是2044公斤 布 为68到72公斤 预计到2030年 它会达到3408公斤的高浓缩油 107到123公斤的布 他分析呢 目前刚才说 现在已经有的 核武的规模是88枚到89枚 这可不得了啊 原来认媒可能有8个9个 现在是88到89 到了2030年到了这个规模 可能就会翻倍 会达到162到166枚 有核弹吗 听听这个规模 现在已经开始练手 在研究 天天在实验 自己的运载工具 所以说这个是相当厉害的 那现在这个威胁没有啊 不过有日本 韩国 美国的专家呢 现在大家也判断 他说现在呢 他打造这个 核武整个的一个系统的目的呢 很大的可能还是为了自我防御 但是 只是一旦平壤 就是三胖他们认为 美国 韩国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的话 那你就会把我的核弹全部击毁 在那个时候 他是有可能 在战争爆发的初期 率先使用核武的 那不是炸自己 原来老认为呢 你没有运载工具 你也就跟地雷一样埋在哪条路上 然后把老百姓撤走 等我的兵一来 你一拉弦 不也就是个这吗 现在 这可不得了啊 他可不是自己炸自己 这可能是直接攻击首尔 或者是攻击日本 攻击美国本土 这都是有可能的 现在看哪 三胖气候已成了 之后要再说什么 那跟金正恩谈谈吧 你能不能弃核呀 别起着哄了 那就是天方夜谈了 他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说让他把这全弃了 这话干脆就不要讲了 下一步只能是在默认朝鲜拥合的基础上 咱们再谈下一步的问题吧 因为公开谈联合国有决议 就这七个国允许 其他的都不再允许了 那他这已经事实拥有了 你能怎么办 那只能是默认了 那你能怎么办呢 但还是那句话 从来也没有什么朝鲜问题 一直就是中国问题 你想 三胖他怎么能在这种严厉制裁 严防死守的情况下 拥有了这么一大套家当 能够走到今天这步的 所以说你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你就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 朝鲜这个小朝廷的问题 你认为朝鲜自己 他能够研究出刚才这个品种花样 好家伙有短程中程 还有洲际长程弹道导弹 能打到美国全境 你认为朝鲜自己能搞明白这事吗 你信吗 现在已经有八十多颗核弹了 小型化 弹头化 早就完成了 还搞什么核实验 所以说这东西你相信他自己能搞完吗 但是呢 中共啊 你就养着这条狼 你就忘了当年越南等等这些国家的教训 你现在呢 谁离三帕这堆东西最近呢 不是你离着最近吗 将来啊 有这套东西 将来在旁边真打起核战的话 我不知道中国 会有多大的好处 来吧 下面说说马斯克 今天的画面呢 确实那个镜头也给了一下 很短 在卡特尔世界杯的贵宾席上看到马斯克呢 和那个川普的女婿 库什纳 两个人站在一起 这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联想 重点呢 说到马斯克呢 今天在推特上发起了一个投票 题目是 我应该从推特 现在这个当头的领导岗位上下台吗 大家投个票 我将遵守大家的投票结果 大家投 说我不应该 那我就下台 那就那个意思吧 节目开始 之前我看了一下 投票 已经有650多万人投票了 可能还在增加 赞成马斯克下台的有57.4% 我从200多万看起是53点几 到了650多万 这一下已经到了57.4% 我相信这比例还会增加 反对的是42.6% 我相信随着往下投票 最后大概这个得投出个 两三千万人来啊 最后呢 大概是6比4 我想这可能就是最终的结果了 大伙希望你就别当这个 投了 不是说让他给卖了 就是你别再管理这件事 我呢 投的是赞成票 我希望马斯克不要再插手推特的管理 为什么呢 我一直认为呢 推特就应该是一个像马斯克自己讲的一个公民广场 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平台 而马斯克呢 你作为一个拥有者 你的职责是应该维护好这个平台 就像你办一个农贸市场 你是拥有者 人家大伙给你交钱 在那摆摊 你就维持好秩序 然后呢 这里边有那个强买强卖的 或者是那边呢 有偷人东西的 或者怎么样 你给维持好秩序 让大家都很繁荣 大家都能赚钱 都能买到便宜东西 这是你该干的事 维护好这个平台 让所有人都在一定的规则下 畅所欲言 正常的互相交流 这个广场是做给大家的 不是做给你自己的 结果现在呢 看他自己反而变成了这个广场上的主角 像前两天封记者之类的吧 闹出了很多不应该的一些笑话 为什么呢 一个人你再了不起 再伟大 你也有自己的立场 有自己的局限性 你再怎么着 总有人不同意你 因为大家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你呢 本来这个就比较偏激 马斯克那是稍微有点偏的 你要是一个非常中和的人呢 争论还不是特别多 他还稍微有点偏 你过于的展现自己 表现自己的话 而不是做好一个平台 管理好一个平台 让大家说 听大家的 结果现在呢 你老说 你老在里边唱主角 好像买了一大玩具 你在里边天天耍 上船下跳的 结果现在很多人就慢慢地从攻击你 变成了攻击整个的平台 很多人就不玩了 从推特上就退了 所以说我认为马斯克好像没有搞清楚 在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抱上那大水盆 进来的那一刻 好像没有太想明白 这个社交媒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个公民广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结果他现在你作为老板 你反而成了这个广场上声音最大的那个 而且他还有权利来压制别人的声音 这就失去了做平台的意义 所以我认为呢 说到这个人别的方面 那确实是天才 但是说到做社交媒体 不是太称职 趁现在呢 还事有可为 还没出大事 赶快找一明白人 一合适的人给委托出去 找一总经理 让人家管吧 然后啊 作为这个小码 赶快销声匿迹 要不然这平台真的很快就要出事了 他最近已经放分 谁谁买 要不您拿走 最近呢 甚至有很多人想这推特能不好在他手里 有崩盘倒闭的可能 应该说他自己也意识到是有问题了 他主动呢 就发起了这次投票 我想他既然呢 说到这句话 大家投票 完了我会遵从大家的意见 从前一阵说解封那几个记者 他听了大家的 我相信这次他也会遵守大家的结果 哎 就凭这一点 我还是喜欢这个人 别人做得到这一点 没有人是全才 但你这脑子清醒 这可是最主要的 这事慢慢慢慢不对了 这事坏了 在我手里要出事 那我征求一下大家意见 我知道呢 我可能弄不了 大家是不是这么想的 如果大家是 那我就不干了 我找一总经理让人家管就完了 我就回去接着玩我的车 玩火箭就完了 所以说呢 我认为这个人的脑子到现在还是清醒的 就凭今天发起的那个投票 这哥们 还是我心中的一个人物 这一点那是 不能动摇的啊 这个呢 我认为这个投票 体现了这个人的这种 清醒 这种纠错的能力 能一路打拼到今天 手里前后玩了有20多个企业了吧 那不是一般人 所以我想呢 这个人很明白 咱们下边说一不明白的人吧 咱们说说胡海丰 前一阵呢 他爹 胡锦涛让人给嫁出去了 嫁出去了呢 结果关于这胡海丰呢 反正一直呢 围绕着他的各种传言 一直就没断 最近呢 这有人传 说他又升到郑州市当书记去了 前一阵说的是西安 怎么又换成郑州了 结果没想到转天 郑州那边拿这事还真当回事 遭到了郑州官媒严厉的否认 然后公安机关立刻介入调查 结果抓了一帮自媒体的啊 都开始投案去了 谁给传的呢 我看到的那个都什么山东大鲁网 鲁 叫山东的那个鲁 然后什么在那他们那传 说当郑州市委书记去了 结果后来一查这大鲁网是不是官媒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一听这名有点像啊 后来一查呢 也不是啊 就是个自媒体 结果他这弄完了以后呢 这自媒体里边什么郑州身边事儿非常郑州 很多的自媒体公众号呢 也都跟着跟进 最后呢 也都叫去喝茶 主动删除 然后呢 相关的这些人吧 一块张罗的这些人 陆续自动投案 这件事儿呢 这是个怎么回事儿 有人说呢 你比如说大家对胡锦涛印象挺好 觉得当时让那个嫁出去了 有打这个抱不平 所以说呢 再加上小胡 你看这么多年了 一直在这低层盘旋 也不用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 好像为小胡打抱不平 有这方面的事儿 实际上我就告诉你吧 就跟前一阵 二十大期间啊 那几位啊 天天在那张罗的那几位一样 其实就为那么点可怜的流量 仅此而已了 他为 胡海锋打抱不平 他知道胡海锋 是谁 简单的介绍一下那胡海锋 72年出生了 前两天11月1号刚过的50岁生日 他是北京交通大学毕业的 然后到清华大学上的研究生 一开始呢 是从商 在中良集团当个头头 在那从商 后来呢 清华不有个同方吗 在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当总经理 按说你好好的做生意 你想拿着清华同方 那一阵过去不说吗 各大这个中共的家族啊 你拿着电讯 他拿着什么水利 他拿着什么各大家族各把一摊 你拿着这么一摊不挺好的吗 好好赚你的钱不就完了吗 后来出事了 出了什么个事呢 2009年的时候 当时英国和非洲媒体呢都报道 就胡海峰当董事长的这个清华同方威视 在纳米比亚 为了拿这个机场港口扫描设备的这个合同 他给人行贿来着 上演了中国的这种软实力 上演这个来着 这个软实力一下给对方拿了1320万美元 给了1300多万美元行贿 最后这事玩漏了 三个人被抓 就是他们公司的 最后呢 这事人家那边报道返回来了 最后国家反贪机构 人家那边调查 这边也调查 你得跟着查呀 人家那边都告回来了 这时候当时胡海峰是有点封口浪尖 大家都在查这人谁 那时候还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胡锦涛的公子 后来呢 当时搜索引擎百度什么的 把他都给取消了 搜这人搜不着人 当时他是闹了这么大的事 所以说这就做不下去了 因为呢 出大事了 你想闹成了国际影响 结果就开始从政 到了浙江 从嘉兴到沥水 一直超低空徘徊 两方面的原因吧 为什么混不出来呢 首先有北京的朋友讲呢 说这位胡公子呢 确实是 才具平庸 实在不是做官的料 说到他爸 后来让他改行做官 有点是误了自己宝贝儿子的前途 实际上 当时生意做杂了 家里也不缺钱 差不多就该上哪 上哪 上个新加坡了 上个哪躲了就完了 非得做官干嘛 你那宝贝儿子是那块料吗 这是一啊 自己确实不灵 第二呢 他确实遭到了打压 为什么一直在浙江打转 不让出浙江 因为浙江可是习近平支江新军的老巢啊 等于习近平一直把这 这过去那就叫太子啊 把这孩子一直压在自己手底下 让自己的手下 看着 一直这么不闲不淡的就这么放着 你想这小胡在那儿那滋味确实是难受 说到之前呢 为什么没用 你当时还有团派这一说的时候 比如说胡锦涛一出来 习近平还得起立 还得做搀扶状 在这时候 人家都不用 到现在团派已经被团灭了 对他爸冷酷无情都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了 说到这位小胡这时候用不可能 拥得着还给团派什么面子 还拉拢团派 团派都没了 哪还有什么团派 所以说说到这位小胡更没好日子过了 要我说呢 要是明白人啊 以家里老父亲身体不好为理由 辞官不作就回北京吧 您想 当时看的这个啊 我是看到后续的照片特别令人心酸 他爸都让人给那样了 然后儿子就在看台上坐着看着 最后呢 大家都盯着呀 这这胡海丰怎么着啊 结果又看到飞机啊 到了浙江 是到杭州了 是到哪了 下来倒车啊 又回他那个小地方上班去 当时拎着个包啊 从飞机上走下来 您还不回家伺候你爸去 你爸都那样了 让人给收拾的 你还有一心思当你那个芝麻官去 所以说要看着这孩子呀 赶紧回北京吧 回北京 清华或者哪啊 过去的有老关系嘛 找个什么研究所 您就凑合在那忍着就完了 等将来老爹没了 出国上哪儿 找一嘎啦一猫就完了 你还在那混 你要不然现在被人家江湖上 竟给人家凑流量 让人家拿出来随便的取笑找乐 啊 我认为这个呢 所以说说到这个小胡你要我的评价 也可能我了解的不全面啊 通过以前的朋友介绍的支言片语 太窝囊 这人太老实 不是个明白人 另外现在呢 又开始传说江公子智诚 被抓了 我还听到有北京的朋友反馈给我 问问你大康 说那个江智诚给抓 我说怎么被抓了 说从上海给抓了 直接送秦城去了 我说他也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那秦城是关啥的地方 那凭什么他去秦城 他没资格去秦城啊 开玩笑了 这件事呢 咱们先别论真假 因为像这种东西呢 我也没法证明它是真的 我只是请大家留意 嚼这件事 传这件事的那几位制造者 和之前二十大前后的那几拨造谣的是不是同一拨人 他现在呢 用了一种新的办法啊 说江智诚如何怎样 被哪个局哪个局的给抓走了 然后呢 这个 求证 他来一句求证 他那个呢 他把这姚先给造了 然后他底下来一个求证 那意思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 我求大家证明 所以说呢 你就看啊 是不是之前的那几位在嚼这件事 如果是的话 那他们说的一个字你都别信 说到这次二十大前后 很多人的感情被他们玩弄 很多人的智力被他们愚弄 到今天还不长记性 长教训 那您就随便吧 您爱信啥信啥吧 这个就没法管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人家是赚了很多流量啊 人家在那 实际上呢 隔着屏幕 人家看着这帮啊 我也不能说给大伙起外号了 人家在那阴森的坏笑 在愚弄耍大家 在里边从中挣俩小钱 还信 那你就没辙了 那你乐意 那别人也管不了了啊 所以说说到这两位公子啊 这两个传言 有北京的 包括上海的朋友说 你看这事怎么着 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 来吧 咱们下边说说中国的疫情 我想呢 大家应该注意到 我们的视线从一开始 从关注民众 关注那些感染者啊 如何自救等等啊 从那个视线 我们开始慢慢的把视线转向了医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医院已经变成了重灾区 已经变成了疯狂挤兑的一个场所 触目惊心 变成了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 结果到后来慢慢的 大家应该注意 我们把视线的就转向了殡仪馆 因为这里的景象太吓人了 因为你一看到这 看到这个中端 你就能掉头回来想象 偌大的北京城正在上演和发生些什么 你就能够脑补整个的场面有多么的惨烈 说到北京现在的染疫人数激增 令人叹息的是呢 刚才说的 从医院挤兑 现在已经变成了丧葬挤兑 北京的殡仪馆24小时是不停的烧啊烧 现场的情况令人震惊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华尔街日报》 《路透》 《美联社》 《金融时报》 《东森》等这些媒体的现场报道 今天呢 发的一个报道啊 这个引起很多人震撼的 来自香港的 《明报》 说到《明报》呢 我们都知道这香港《明报》就原来金庸办的这份报纸 后来呢 老先生把这卖了以后 落到了这个 有些人手里吧 一个香港《明报》和这个新加坡海峡那个星岛 这个星岛 这俩报纸是有名的大外宣 如果刚才说的《华尔街路透》那帮呢 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话 那这俩作为大外宣 话里话外 这可都是帮衬着中共来说话的 但就是这样 打着折扣 打着水分里边的内容 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咱们听听香港《明报》是怎么说的 说到题目 说那个收敛 那个精敛房 就是收敛房 一格两尸 原来一个人 现在呢 都没地儿搁了 只能搁俩 俩挤着 说这个编译馆 一个冷冻柜 就冻三十尸 丧葬报舟 全挤着一块了 业界称 尸体一周都烧不完 这是他整个的这个《明报》的题目 我就把 因为他这文章也不长 给大家简单的咱们念念 说内地的防疫急转弯 引爆新冠大流行 为各地真实感染情况和死亡病例 至今难以得知 本报通过调查当前疫情重灾区北京的多间医院殡议馆 及相关丧葬产产业链 近期发现 已出现染疫死亡个案急增所导致的丧葬服务爆舟的情况 这是香港的一句话 就是那种啊 这已经都不行了 有京城业内人士向本报透露 说目前医院停尸房爆满 一个阁塞两具尸体 有太平间的地面 没地儿 就堆地上 放30具尸体 部分殡议馆就紧急购入了冷藏货柜 一个货柜割20到30具遗体 更止 17日 这一天 北京染疫在家身亡的就有2700多人 丧葬的服务费 坐地翻倍 然后呢本报就以上情况向北京市卫健委查询 但对方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复 警告之以官方发布数据为准 官方数据是零 中国政府至今没有通报防疫新失条措施后的 病亡数字 而根据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 最新预测 这是刚才一会儿咱们要讲这个 在2023年 中国突然取消 防控的措施可能会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 这个呢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讲讲美国的这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研究机构 然后说北京近日染疫死亡个案急生 室内医院的太平间殡仪馆等停放处理遗体场所 均出现了 失满为患的情况 中日友好医院停尸房 一个工作人员表示 该殡仪馆存放的遗体冷柜太平间 等等这些都出现了 这种爆满的情况 所有的那种尸柜格位 就一个是一个格吧 我估计就是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那种情况吧 先到先得 为遗体积压这个柜格无法腾空 因为那个烧不过来这个腾不空 左停尸房地面仍堆着30具无法冷冻 用尸体等待入柜 北京大学第3医院这个也是 那个尸脸房的人也说 他们院内所有的冷残柜早已满位 120送来的遗体也没有办法接收 北京地毯医院太平间的员工则称 目前已连院内死亡的遗体都没有办法接收了 全部都要找办法转移 医运运 指医院的停尸房那个也是贵位 这就没地儿了 一句话全市都是这种情况 整个北京都是这种情况 然后呢这个明报呢又向北京12间 殡议馆 12间官营 殡议馆 了解当前遗体火化业务量 结果被这个 被12间官营 国营的 香港国营的殡议馆 了解目前的这个业务量 结果被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告知 目前均积压了太多遗体来不及火化 预约排满要等很久 部分馆更拒绝接收来自非该区的遗体送网 昨天他们讲到通舟的就我就管通舟的我都管不了了 别地我不管了 他这讲怀柔殡议馆的一个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送来火化的遗体数量太多了 都排了不知道多少人多少天 根本接不了新的预约了 直言 全天的电话就没停过 特别的是他透露了很多都以该兵该馆的位置 偏远因为他这个怀柔这个偏远很多人大捞远赶来 但是呢他说怀柔我们就两个焚化炉 现在已经就是 排不过来了 这个市区凡是别的地方来的都直接让他们退回去了 排期现在都不让排直接都给退回去了 这是怀柔严庆的 殡议馆的工作人员也讲 遗体火化要排很久 什么时候有那个炉子空出来才能烧 评估的殡议馆也说 最早也要到25号以后才能够接收新的遗体 管方的三到四辆专车运送任务已经全部排满 通州殡议馆更延后要等到30号以后了 等不及那您就用私家车自己把尸体运来 那好几个啊这通州奖昨天就这么自己给拉来的 这是通州当地的啊 房山的殡议馆奖超复合 10天之内的预期全部排满 派车5天以后吧直言不接受跨区的遗体 本区的我都接不过来 而且呢这丧赃费用也 飙升 出现了飙涨 目前呢这个因为他烧不过来你还得在那先冷冻着 冷冻着怎么办呢那你又得存着还得最后你待的时间就长嘛 报价都在2万到3万差不多这个价钱 仅11月份 原来是1万多现在已经翻倍了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全是医院的收敛房 多数私人承包 行内呢可以通过一些关系呢在里边打点一下 他妈的死人还得拖人啊你才能进入那个冷柜你才能插个空 这就是现在的北京啊 说呢你这个以延庆殡议馆 为例 你要认识他们或者怎么样能想点办法 你是不用排队的 这这这这还是啊 这是明报的报道 这叫什么呀 啊这全世界您见过这样的场景吗 这要这个烧人 还得脱关系啊这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啊 这是香港明报的一个今天的报道 太可怕了 太可怕 路透社呢昨天他们一直还在追啊路透的这两个记者呢这很厉害的啊 昨天他们还在追 昨天他们盯的是北京最大的八宝山兵议馆 结果看到每分钟 他们在那有视频呢在他们的路透的网站上 都有几辆零车驶入就那黑的面包车 我原来不大明白后来说那个黑的面包车啊 能好像能里边能冷冻啊是怎么着吧那空调好像能弄一弄 然后他把镜头扫向私人停车场早就爆满了 员工讲零车你都定不着 现在呢都是私家车在来往的运送遗体 北京现在就惨烈到这个地步 现在不止北京了世界庄也这样 说无极限火葬场那有视频 我看方老师李老师他们有一些给他们投稿的包括呢我在其他看到的一些 视频那也跟北京一样排着长龙 排队的车相当多呀 整个就这个镜头拍的这几十秒大概叉叉叉这么走就得有一二十辆 进入整个的园区啊离近火葬场还早呢 另外河北永青那块呢也统计 现在每天的 来的尸体的量是平时的五倍 说到这个啊这是非常惨烈的啊 所以说大家呢对北京对中国 要上演的这出疫情一定要有这种比较到位的认识 我不是说特别爱描述这些非常惨烈的景象 大家从这这是终端这是结果 你就能够看到之前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庞大的 那个场面会是什么样子的啊非常可怕 说到深圳现在这个有今天有朋友发消息给我也非常严重 周围的人认识了几乎百分之百 一家一家的全完了 现在各家医院的药也都基本没了 这别的药什么退烧药都找不着了 另外有朋友讲的发文件上来说重庆 青岛 郑州 江苏 浙江 很多地方都在抢什么呢 抢那个呼吸机呢 有创呼吸机啊 这可能是一个牌子啊 都都在拼命的抢这个牌子的呼吸机 大家谁有库存啊他都要啊这个非常厉害 美国政府再次表示我们愿意帮助中国防疫 无论是物资 药品各方面我们在他再次表示 然后再次被中国政府言辞拒绝 再次表示完了以后记者在发布会上问汪文斌汪文斌直接讲 中国有体制优势一定能顺利度过疫情的高峰期 我们不用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底下留言 说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 世界上很多国家愿意帮助 没有 没有大饥荒哪有大饥荒啊 没有 打肿脸充他妈大胖子 没有啊 就是不要 我亲身经历的唐山地震 当时都那样的人家日本其他国家我们给点援助吧 我们求着你了因为当时那个煤都是给日本的嘛 没有啊我们不要我们绝对自己没问题 是你那儿又不要然后老百姓又没饭吃 当时就到那个地步 到现在后来的什么汶川后来什么的等等的啊 都不要 就这玩意儿啊要他们共产党的那张 插脸啊然后老百姓的命他们是不在乎的啊 下面说一个小的话题 有朋友呢给我发一个消息 和我做了一些小的争论了 说毕竟呢说到封控这三年习近平呢举国家之力还是做了很多事 不管怎么说呢还是保护了民众这三年 所以说看在这个份上呢说在墙内很多人 还是感激习近平的 我当然没直接批判我了 那意思呢你现在整于啊这一杆子把全打翻 把习近平说的狗屁不是好像也不是太公允啊 这是这位朋友这是墙内的朋友啊 我听得出来好像口气是一位老大姐 那既然呢这位朋友呢好好说话那我呢也端正一下态度 咱们好好的讲点道理 其实像这样的双方的辩论呢有朋友给我转来一些其他的一些朋友的说法 我认为说的很到位啊 咱们拿其中一位朋友的说法来 这个回复这位啊 这应该是一个老大姐了 咱们讲讲啊 说这个三年疫情 习近平花了大把的钱 没建几间新医院 也没有投入药物的生产 没有加大医疗的教育投入 没有改善医务人员的待遇 做了最没技术含量的核酸 建了最没用的方舱 结果现在人们连药都买不到 还得自己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脱关系 去找渠道买点药 现在才是免费发药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所有习近平这三年你所谓是保护了人们 你为什么把每件事情做的都做反了呢 现在你还舔着脸说保护了人们三年 那么不是说这位老大姐啊 他说的是习近平 我认为这位朋友 说的基本把我的说的基本就都说到位了 另外呢从李老师那我也看到了他上传的一篇东西 我认为写的也是比较重看的 摘抄几句推荐给大家 这位朋友也是坚持也是支持开放 他讲的说的很重看啊 说中国那是世界上放开最晚的国家 按说之前有很多国家已经有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医疗问题 民生问题 大家呢做了很多很多的社会尝试 各种现场直播都演给中国看 特别是旁边香港的这个整个当时的挤兑 忘死了这么多人啊 重症整个当时来不及医疗系统被击穿 导致呢当时的死亡率是比较高 按说所有这三年大伙摸索的各种道路都应该给中国政府提供了 他们放开的时候非常宝贵的经验 中国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前面人家把道都给你烫出来了 都演给你看了 按说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总结研究这些教训 研究之后应该自己做好提前的准备 结果到现在就刚才说的这个啊 你比如说呢什么包括治疗 床位 药品 然后什么社区医院 所有的什么疫苗等等 包括在放开之前的宣传 包括医疗 这个工作者的这个后备力量的解决 心理疏导等等 药房的补充所有这些东西 都没有 也就是这三年世界各国都演的 给你看有那么多的经验教训 你都看在眼里 按说你完全不应该有 任何的问题 结果现在看 你什么都没做 结果呢他 有一位三甲医院的有这么一位这个业内的医生 一个主任还是 这个主任说的话更厉害 在政策就这么放开的时候 他们连一个会在之前都没开过 说到这种突然的放开 这位主任 医院的主任都治这个的 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和看新闻才知道的 等于在业内完全就没有任何准备 所以说你这是能原谅的吗 这三年刚才这边还有老大姐说啊 对习近平还心怀感念 刚才所有听到这些 这应该都是很中肯好好说话的这些人 习近平不是在对人民犯罪吗 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多的精力 你都不干正事 你干了些什么呀 说现在北京什么情况 大街上没人 有朋友给我传来西安地铁的画面 地铁里基本是空的 成都街头没有人 上海的外滩等等熙熙凉凉就那么非常萧条的 就那么几个人 你现在大家都自觉的 自我封城 为什么因为怕感染 为什么怕感染因为连最起码的退烧药都买不到 你说大家那除了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你说还能怎么样 这位朋友呢他最后呢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啊 墙内的朋友能说到这很不易了啊我给他 给给他描述一下啊 他说现在整个的这个目前的状态 就像是一个未成年的叛逆期的 一个初中的孩子一样一个中二的孩子一样 他毫无责任心极度偏执 陶醉在做全世界最强大的超级英雄的梦幻里 内心自卑而且敏感 当你跟他说呢你少玩玩游戏吧你能不能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啊 结果他一怒之下把电视也砸了把手机啊也砸了跳着脚也给剁了 然后一下一下把所有的那些小说什么课外书全给撕了 然后满脑袋青筋乱爆冲着你撕好 行了吧 这回你们满意了吧 这回你满意了吧 就这种混蛋他在撒气他在跟全体老百姓在怄气他在赌气 大家说这是不是现在的习近平 多形象 所以说这位朋友啊 我认为描述的是很准确 就这么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 前面呢是那么着胡来 然后呢大家有意见那现在去你的吧我不管了 爱怎么到你们活该 这回你们高兴了吧满意了吧 就是这么一块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墙内还有很多人对这么一个玩意儿 还心怀感念 这三年他还保护了我们三年 整个这三年国民经济整个GDP将近2% 500多亿美元全做了核酸了 全烙到他们手里了 就这三年 他们赚了多少钱呀 所以说在里面乐此不疲津津乐道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啊 所以说现在啊你还对他感念 这那就 跟刚才说的那 你还听那几个摇棍呢那您就随便吧 你爱干嘛干嘛这个我就没办法了啊这个就没招了 哎说到这个确实啊这个非常的遗憾 来吧咱们下面说说疫情的大局 这回看谁咱们看方老师的 方老师呢写了一篇文章啊他呢一直关注整个的全貌 关注这个大局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死亡 我认为这个点说的是对的 至于呢有可能得了可几天啊 那不是像前两天 石老师说的啊 先是烧死然后疼死最后呢 咳死 但毕竟啊 扛过来了 这就基本还算过来了 死的人 怎么办 在北京一下可能要死三万到十万人呢 怎么办 跟大家说说这个方老师的推导啊 美国的病死率是0.17% 说的是奥米克戎啊 但是美国呢 你要按照0.17的话中国人比如说 几乎所有人都会被感染嘛这个基本 大家都知道了看到这个意思了 那要死二百万人 可是呢你跟美国没法比啊美国有疫苗啊 人家美国有那个病床各方面人家医疗底线也不会被击穿 不会出现现在海淀医院门口站着八千八百人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所以说呢这二百万人方老师说的这0.17%的死防率是下限 上限呢就是在美国也出现 不打疫苗 然后呢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那个就是 完全素人面对这奥米克戎的死亡率是 0.6% 这就是那你说他有多厉害他也没多厉害他就有 0.6%啊然后每个人都传上死亡率0.6 那你要和中国这14亿人一成那是多少 800万 那就是200万到800万人之间 这就是中国人啊如果全部都群体免疫了 要付出的这么一个代价啊 如果打了好疫苗 医疗能得到基本的治疗基本的照顾 退上药什么的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你200万 否则的话你要是全是素人的话 大概就要死800万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 那说到北京 大数咱们说2000万人的话 0.6%是什么概念 12万人 12万人 0.17咱们好算咱们算0.2 0.2好算吧 2200万人 大概在4万人到12万人之间 这就是这次啊北京 要付出的 血的代价 这是方老师啊 拿美国的各种数字啊 他呢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 他有前后的推理啊 写的还是很严谨 下面再说这个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这是美国的一个大的研究机构 他呢最近专门给中国做了一个模型 他这个模型讲的本轮的疫情 将是异常海啸 按着他这个模型来推演 这一轮啊 这一年要搞三波吧 他大概的判断 就说这第一波 这一波呢在4月1号左右才能达到峰值 整个他是从全国来讲 那时候北京应该已经过去了 但是作为传遍全国各地 这个呢大概应该是4月1号左右 届时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 将会被全面的传染 三分之一大概呢 中国14亿人的话 大概就要4 5亿人吧 被感染 4 5亿人被感染 按着这个普通的死亡率0.1的话 大概就在四五十万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三分之一在第1轮在4月1号的时候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呢这个说到危重病人啊 有一个医学专家讲的这是中国自己的数字 一个是老人 这千八百万的老人都没打过疫苗 80岁以上的这个这是重灾区 最近在北京死亡的 里边啊这个有百分之三十的 主要都是这些人 另外说到中国有1.64亿人的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对这个 新冠啊是有 重大影响 如果平时自己有糖尿病就得上了这个 这是双重夹击 这是很厉害的 这是很厉害的 香港大学 堆出来的一个模型讲的 这个到1月份的时候 每百万人要死 684人 什么意思 百分之 0.684 刚才说了啊这就是 方老师刚才说的美国是百分之0.6 跟那个是差不多 百分之0.684是什么概念 要算的北京这2200万人 刚才说了大概 死134万人 就到这么个地步 这是香港的模型 经济学人的模型呢大概这个 大约96%的人 他认为最坏的情况要在未来三个月内染疫 当然这我估计是习近平他们盼着 早死早脱上 早晚早拉倒 管他那爱怎么地怎么地 这让这疫情来得越猛越好 然后三月份以后两会以后 我们就开始过日子 抓经济 那时候以后就没有疫情了 这是他最盼着的 一件事 说到这种情况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耐心听听这个 这个另类数据大师 他做的这个大数据 大数据呢今天简单给大家说说昨天的 最新的情况挑几个说吧 咱们就都别说了 因为这个 太长 说到北京最新的更新呢 100%了 已经到最高峰了 不是说到最高峰立刻就下来 在那好几天呢 现在呢还是1月13号结束 现在北京的感染率已经达到了42.6% 接近一半 天津 进度达到68 现在天津的感染率已经达到27.7% 石家庄已经到了55.6% 唐山28.2 邯郸41.8 邢台44.6 保定已经达到了53.8% 可能是在全中国保定现在的确诊率啊 人们的感染率已经 是全国最高的一个城市 再看看其他几个有没有高的啊 这是内蒙古的阿拉善蒙 达到了40.9% 看看还有没有更猛的啊 咱们看看啊 有一些地方就很小了 这个呢咱们有的甚至都不知道在哪儿 这个咱们就不给大家念了啊 郑州现在到了20.7 27.7 接近三成 然后洛阳已经达到40.9% 很少看到洛阳的朋友给我发 情况 听众里有洛阳的朋友希望大家把信息传上来 我还真的没有讲过洛阳的个案啊 郑州对我是知道了 今天呢 包括有朋友跟我讨论起 说到这不是胡海峰要去郑州吗 后来就说到这个这个郑州的事 郑州本来基础挺好 前些年吧 说有一度搞的还是不错 就是最近就这个地方官 哎呀把挺好的一个城市 现在给霍霍的简直就不行了 啊这个郑州 现在情况不好 河南南阳 27.4% 州口24.5 河南还是比较厉害的 武汉 达到36.4%了 这是感染的人数啊 咱们再看看啊 湖北的天门已经41.5了 不知道当地这种猛烈的情况到了什么程度 海南的文昌 30%了 这个什么 这地儿不认识了啊 然后大家自己看吧 这个呢随便就能找到啊 昨天呢我把这个链接放在了整个的留言区里边 大家想看看 自己所在家乡或者是所在城市 老家这个大致什么情况 应该说他这个大数据经过 尽管是粗陋了一点 但现在呢我们确实找不到任何的 其他的第2个 所以说像这位呢一直在 辛苦的操作这件事的这位朋友 表示由衷的敬佩 多少 还给人们一个大致的 轮廓 一个大致的框架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来吧 下面咱们简单跟大家说说乌克兰战争啊 咱们快速说吧 现在主要还是那个小城巴赫木特 这小地方 42平方公里 就这么点个地儿 俄罗斯军队在这打了已经 5个月了 到现在还在郊区晃悠呢 还没进来 城中的主要的制高点 主要的建筑 尽管炸的都已经没样了 但那个轮廓还在 钢筋水泥还是在 乌克兰军队还是控制着里边的主要的制高点 俄罗斯军队等于是养工 那你这5个多月连这个这么点个小地方都打不下来 在他的后边还有那个斯拉维扬斯克 克拉玛托尔斯克 后边还有俩双子城 那个都比巴赫木特这个小城要大 十倍左右 那你攻下这个你在攻下边这俩你更攻不下来了 所以说这个呢 等于人家三角 成鸡角之势 等于到现在呢就在这没完没了每天在这消耗自己的人命 里边很多赶死队都是俄罗斯的犯人 加入了瓦格纳赶死队然后在这里边送命 你总有打没了的那一天 然后不出意料的话呢 再有那么三五天 俄军的死亡人数就会突破 突破10万大关 这是死啊 和不是伤 一般的死和伤 比例是一比三 那你要死10万 那你还得伤30万呢 这加起来大概三四十万人 这就是一开始 普京发动这场战争 一开始 整个军队的总数量 这么大的伤亡 那基本就战斗不了 同样乌克兰这边也一样 乌克兰这边讲我也死了几万人同时他也是一比三 他受伤的人比如这次放回去的 换回去的那些战俘回去以后就不能再回来了 还让这些人出来再打仗吗那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说呢基本战损就是这么一个 纽约时报呢登了一个有意思的消息 一个俄罗斯的高级官员通过他们的秘密管道 和CIA的局长伯恩斯那进行了一次密谈 伯恩斯那后来跟国会就讲了这次密谈的内容 说俄罗斯那想通过这次交流向拜登政府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无论有多少俄军士兵在战场上伤亡 俄罗斯都不会投降 这是伯恩斯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啊这个做的这么一个 表述 打成这样了俄罗斯还撒狠呢 你就甭管我们绝不会投降的 我估计这CIA局长说这话的时候也得纳了闷了 这到底谁跟谁呀 本来是你想让乌克兰投降你是侵略者 结果现在你向美国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投降 那到底现在谁打谁呢 弄得这CIA局长有点找不也弄不太明白了 而且呢现在一个 北约的一个盟国现在告诉他们的盟友 这就甭说了就是匈牙利嘛 说普京可能会接受多达30万军人的死亡 现在死了10万 再死20万我也在所不惜 比现在再多三倍 就像他跟人家伯恩斯 局长讲的 我也不会投降我也会打下去 所以说人们呢这个不要低估普京视人命为草芥的这个 程度 你就不要再幻想通过什么谈判让他来撤军 来停止这场战争 所以我想美国这边看的是很清楚的 你想那边通过秘密管道都告诉CIA局长了 那他再报告拜登 拜登转身上国会申请 380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 要不然的话这仗肯定得往下打 这是跑不了的 这两天说了词又开始说了还是谈判吧 谈完判以后他给这个 一捆一捆的又给俄罗斯递橄榄枝 他停战了以后我们跟俄罗斯还是会合作的 这么大个国家你怎么可能回避他呢 这又又又又又来了 又又开始了 膝盖又发软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然后呢 在昨天夜里的一个视频里面明确表示 说反攻克里米亚的行动 将正式开始 有人讲呢 说他昨天是宣布 这个克里米亚战役正式开始 我看了一下他英文的原文是will 要是will的话呢就是肯定开始 但是即将开始 用这个翻译是比较准确的 说正式开始我宣告啊现在开始了 还不是那个意思 will 是即将开始的意思 他警告呢那些侵略者你们最好立刻离开 没有人愿意放弃克里米亚 这个呢现在啊 这小泽正式发出了这么一个战书 很多人在留言 是啊他说公寓让俄罗斯给没收了 小泽有点急了你把我公寓给我没收了 那我正式跟你开始 然后那个泽林斯基呢 接受了法国一家媒体的采访 在采访中呢在对话中呢他明确跟记者讲 要结束战争人命最少代价最少要不站着吧 我和普京呢咱俩打一场擂台赛 咱俩打一场拳击就得了 他讲的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他想向某人传达一个信息 或者他想揍他的脸的话 不管打他的左脸还是右脸 他都不会他都会自己去做 而不会去找别人 找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怎么样 他我已经准备好和普京上擂台 哪天都可以哪怕明天都可以 咱俩就绝了就完了谁输谁赢咱俩比回一次 他估计他练得过 普京原来说什么玩柔道玩冰球 骑个狗熊什么的那都是白拍那都是下蛋五公分 他我看他也看出来了 另外呢这个就不是把那个谁把他们家公寓给没收了吗 结果呢这个乌克兰反腐中心 把那个乌坚 就通俄的那个前总统雅努科维奇 很有钱啊把他的财产 全部都给没收了 没收了三套房加上车库 把一个双围杆的帆船一个豪华游艇也给没收了 另外还有3100万格里夫纳的现金 还有什么什么还有80多万美元还有8.5万的美元存款等等的吧 还有一家基辅的一家健康娱乐中心 还有一家酒店和餐饮的这么一个综合体 在家抄他们家呢抄了1870万欧元500多件 这些艺术藏品 这前总统很有钱呢 现在作为正式的乌坚把他们家给抄了 给小泽出这口气 小泽的海景公寓让他们给没收了 所以说这报这个仇啊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 今天的这个在哪呢 我看 我怎么找 这看到了 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昨天晚上对世界杯决赛的预测不幸严重 怎么还不幸严重呢 说我呢 哎呦到决赛这可不敢开玩笑了啊 可不敢跟我反着买 啊还指望着别墅靠大海呢 那那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这衣服都穿上了我都在那原来 本来还盼着我的荷兰队呢最后这个让我生气了 最后应该大家看得出来啊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心愿 都放在了梅西身上 这个梅西整个对全世界的那个意义特别是今年这么不好 又有战争又有通胀大家这个日子过得都不顺 等于把大家的那个愿力 都附着在这个小个子身上了 那这就是成神成圣的架势 最后大家一看功德圆满最后啊一个欢乐大结局 整个这场世界杯大戏多好啊 最后大家就挺愉快啊 如果你说最后他又输了又哭哭啼啼的又憋憋憋的 最后呢心愿也都没达成你想那五六万阿根廷球也一块扯着脖子哭 你说这这这还怎么弄啊这个 所以说这昨天大结局非常圆满啊非常好 很有意思啊 TT祝贺阿根廷梅西 但兄弟我全压了法国 开心不起来 昨天我压了一百块钱啊来不及我把这事给忘了后来想起来赶快压一百 因为赔率也不高啊我赢了也就一百 差不多就这样 TT讲祝贺阿根廷梅西 这说了啊 Poken谢谢您的支持啊非常感谢 这是谁呢张 坐标上海我扬了 单位一半扬办公室全军覆没38度五浑身不舒服 我不知道您个人的具体情况啊 但是呢后来反复的验证 我们这边的医生朋友也讲啊 就是尽量的少吃药 因为那药呢 只取一些辅助 缓解的作用 如果用自己的抵抗力跟他扛 产生的抗体会非常的充分 要尽量的呢和他搏斗啊这个 这个没别的办法 那Yuta好朋友 非常感谢James 甚至电影和电视作品都受到短视频的影响 毕竟人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 在YouTube里边呢他也有一些推荐的这种抖音的短视频 在里边还有一个栏目 有时候我也没事刷着玩儿在里边看看 你比如说人家有一个教快速怎么做饭的 怎么把这豆腐怎么做 这玩儿怎么做 很好有些菜该怎么切 它有很多小技巧 你比如说一些我们用完了的那些瓶子该怎么用的 怎么再利用 它里边有很多招 应该是挺好的 但是呢 这里边如果咱们要说没有中共的这些背景 我认为在现代的生活里面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日本 韩国全算上 这个东西是有它的这个存在的价值的 尽管让人上瘾 然后浪费人们的很多好的时光 但是毕竟呢 总比外边闹事去胡作非为去讲吧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 但是呢谁让你和你通共 这个就麻烦了 我就是奇怪为什么美国自己搞不出一款这样的东西来 这个算法很难吗 弄不清楚 Jason 非常感谢你 从11月中旬大爆发知道无法控制之前 上面一直认为动态清零一定会成功 所以其他国家和香港的经验在他们看来都是嗤之以鼻的 到了不得不放开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投入准备了 也没有钱来投入了 您说的好 加上死要面子可怜了我们的同胞 一语重地 您分析的非常到位 你有 谢谢您的支持 Grace 非常不认同大康对马斯克的评价 我是赞同马斯克的封杀那几个人的 后来好像说他们跟他那个飞机 因为那个好像跟着那个软件好像这是一个公共的一个信息 这个好像算不上跟踪他个人 他之前已经警告过那些人不要公开他的实时行程 这样对他和他的家人造成威胁那些人不听还继续发 导致马斯克的孩子被人跟踪行程被拦下来了 这样才导致马斯克封了几个号来保护家人 甚至为成年子女的安全这样的行为怎么就有问题了呢 是啊 如果这个事要涉及到个人 这个确实是不能容忍 对马斯克个人来说 这个全都成立 但是呢马斯克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 他是这个平台的拥有者 他更大的工作呢是给大家创造一个非常健康 大家能畅所欲言互相交流啊 然后呢这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公民广场 现在这两天呢就在这方面好像是在出一些问题 他在里边呢老倒等他自己的事 他个人成了主角 他的事和推特的事 混在了一起 很多人一看啊你自己老在这扯这事那很多人就退了 我认为这个呢是两个这个角色呀没有搞太清楚 我还是希望他呢把这件事啊他自己玩是可以的 但我还希望呢找一个总经理 这个呢当然对 马斯克今天搞一个投票或者是怎么样对这个人脑子的清醒 我还是认同的啊我认为马斯克还是一条好汉 是当今这个小时代这个庸俗的小时代里边 难得的一个大人物啊 当然有很多缺点 但这是一个光芒四射的一个大人物 我非常喜欢他啊 司马刚 说10月初从北美寄保健品回国到现在还没通关 滞留在中国海关 更不要提什么感冒药海关都要没收 据说圣上希望中国老百姓尽快实现群体免疫 我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因为这都是内部传来的那不能说的太具体啊 别别别给大伙添麻烦 反正就是两会之前 英阳禁阳 当然我那个英死禁死这是我说的啊 就是英阳禁阳 就来个痛快 那不是刚才也有这个香港的还有哪的那个 这是经济学人的呢 96%的也可能在这一大波里就全都感染 彻底躺平完全不设防 就来一个痛快的按他的讲法啊 他来一个痛快的 完了啊这这三月份以后两会啊都成我们家人了然后好好过日子 咱们抓经济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这三个月 完全不设防 这就是北朝鲜嘛 这就是北朝鲜嘛 所以说呢 那怎么办 你摊上这么个东西 最后老百姓就倒霉吧 要不刚才说呢 我没用什么强烈的词汇啊 我用了一些比较中和的讲理的词汇 回答了那位大姐的问题 很多人还敢念他 我这是有点理解不了啊 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那好 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 我们的今天节目呢跟大家就聊到这两个半小时之后 一块相聚在我们那个最后一期的世界杯漫谈 同时呢大家也在想想很多人挺喜欢这个体育节目 但平时老说也没人看 这个我知道 下一个什么大事 那大伙提提啊 什么NBA总决赛了 还是什么欧洲杯了 又是干嘛的 那反正您到时候推荐啊如果大家想听 咱们可以搞一个短时间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时光 大家都感兴趣一块来聊聊其中的一个赛事或者是怎么样 这会很有意思的 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做到这 我们跟大家说一声 再见